说完成之后的话 重定向我们昨天是不是已经说过了 reject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去说了 这个使用起来呢跟张国师一样了 那么再来去说哪个东西呢 就是关于在plus当中 如果你想要去设置或读取cookie的话 怎么来进行设置和读取cookie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们要去操作的话 咱们再来去新建一个cookie 那这个cookie我们如果想要进行使用的话 那他所对应的方式呢 并不是说你直接在return的时候呢 就能把cookie给设置回去 而是说怎么操作呢 必须得是在这个地方先去使用make a response 先构造出来一个想对象 才能够进行相对操作 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先去掉 导流一个make a response 然后呢比如说我现在呢给你操作的东西 给你新建一个路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set cookie 然后呢对应的试图函数 比如说我把它也叫做set cookie 然后呢如果我想去进行设置的话 怎么来进行设置呢 首先要通过这样那个 得通过make a response方法 来去构造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是succdss 设置成功 然后呢我们再通过同程度 在这个对象当中有一个叫做set cookie的方法 通过这个方法来进行设置 设置cookie 设置这个cookie的方法的话 当中的第一个参数 对应的是那个cookie的名字 比如说我给你叫做itcast 第二个参数代表是这个cookie 所对应的值是多少 比如说叫做python 然后呢我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呢 再把insp返回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多个这个cookie要设置的话 那你就再调用一次 比如说再设置这个itcast1 然后呢它的值是python1 我也给你放到这 然后呢今天来 咱们让程序呢启动一下 让我的启动程序之后 回过头来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 先把我当前这里面有没有cookie呢 我先把我的所有的cookie 都给你清掉 清掉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在这里面进行操作 刚才我对应的路径呢 是sidecookie 敲下之后我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来看一下 刚才对应的我两个的里面 itcast跟itcast1都设定下来了 相当于值也都有了 这是它设置cookie的方法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它默认的情况下 cookie实际上是不就有效期的概念呀 那我们用操作的话 我把它点开 你看一下 默认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 临时绘画吧 浏览器一关闭就会消失了呀 所以默认有效期是临时有效 默认有效期是临时不给 浏览器 关闭 即时效 然后呢简单来再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现在想要给你继续设置 说我不想采用这样方式的话 设置有效期的话 怎么设置呢 我们再来给你设置一个东西 再来设置 比如说设置这个 reactica的2 那如果想设置有效期的话 你就在这个地方 再往后传参数就可以了 传什么参数呢 叫做max age 传这个参数 max age max age就代表它最大的有效期 单位是秒的东西 比如说我给你设置的话 三千六百两 输入一小时啊 通过max age 设置 有效期 然后呢单位 秒 然后呢咱们再让程序来去运行一下 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重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先进入页面之后呢 我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来去看一眼 我在这里面 itcast2 itcast2的话 你再来看一下 它的过期时间 是不是就跟我创念时间 就有一个小时啊 所以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去指明 这是关于这个东西 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 我想要去获取cookie 怎么来进行获取呢 想要来进行获取cookie的话 比如说再来定义一个试图 对应的是getcookie 想要获取cookie的话 把上面这个内容的装饰器 给定义好 app.road 比如说把它就叫做 getcookie getcookie当中的话 如果想要获取呢 通过谁呢 通过flask里面唯一的那个工具 request对象 所以先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通过request对象当中 它有一个cookie式的这个东西 而且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字典 所以呢 我们仍然可以通过get的方式往外去拿 比如说刚才我已经设置过itcast了 那我就尝试拿下itcast拿出来这个东西的话 比如说把它叫做c 然后呢咱们给它去把这个c给你去展示一下 拿出来东西实际上是不是还是一个自转呀 pookie就是个自转 所以呢直接把它自转给你返回了 咱们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然后呢咱们来去访问一下get这个cookie get的cookie之后 你看一下是不是已经把我dts设置的那东西 python拿过来了 这是获取cookie的方法 紧接下来 那如果说我想要去删除cookie呢 我想要去删除cookie 怎么进行删除呢 删除cookie的话 然后呢我们在里面 比如说把它叫做deletecookie 那删除cookie的方法呢 还得是构造什么东西呢 还得是说得通过这个对象来进行构造 所以呢我先去构造一个对象 make a response 比如说叫做delete success 删除删除之后的话 然后呢通过谁呢 通过isb对象当中 有一个叫做deletecookie 通过这个方法来进行删除 删除cookie的话 我在这里面传参数了 你到底想删除的是哪个cookie呢 比如说我想把itcast1给你删除掉 那我就把itcast1的那个名字给你拿过来 然后呢最终你把isb返回就可以了 是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清除的 然后呢咱们让程序重新的去运行一下 回过后来 我先来看没访问之前 我这里面实际上是否有一个itcast1啊 然后你要去注意 它的有效期是不是过去的浏览器结束啊 然后呢我现在去访问了 我去访问删除delete 删除之后我回过出来 咱们再来去看一眼 再来看一眼的时候 我明明已经删了 但是你发现浏览器这里面的itcast1 是不是还存在啊 但是你要注意 为什么还存在呢 原因就在于是说 它的删除 并不是直接让浏览器给你清除掉 而是说看哪 看过期时间 过期时间是不是已经变了 变为什么东西了 跟你的创电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就相当于是创电之后就过期了吧 所以就相当于 你后端当中并没有办法 让浏览器真的去删除掉 你只能说把这个cookie 给你设置为一个过期了的时间 然后呢 什么时候删浏览器自己去决定 所以你发现 一旦让这个cookie 当前已经是过期的话 那下次浏览器 是不是就会把它删掉了 所以这是关于 删除cookie的一个本质东西了 所以你要知道 deletecookie是按照这样方式做的 那你无论是哪个框架 deletecookie都是这样的特定 都是给你去设置一下有效期 让它过期了而已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什么东西呢 再来说的一点问题就是说 那你说我去包括设置cookie也好 包括这删除cookie也好 浏览器到底是怎么知道 你在操作cookie的 为什么你返回来这样 掉那个sat的cookie方法之后 浏览器就会在它的这个当中 会把那个cookie的数据 给你保存下来呢 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清晰的 那咱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来说 它并没有特殊的地方 原因在你哪呢 我们来看一眼 比如说我再回回来 去掉刚才我说的sat cookie 我掉了sat cookie的时候呢 进入到我的这个 视图喊上当中来去执行 然后呢 我去给你设置cookie 在cookie当中 你看一下怎么去操作呢 我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 你看哪呢 看它的这个响应头里面 你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了三个响应头信息啊 叫做sat cookie吧 所以设置cookie 没有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 它是在后端当中 在你的响应头里面 新添加了一个响应头 这个响应头很特殊 名字就叫做sat cookie 所以浏览器一旦发现了 你的响应头里面 是这个名字 它就知道了 你是后端 让我给你保存一段数据 所以呢 我在浏览器当中呢 就给你保存数据了 保存数据是什么东西呢 你这个地方 以等号来进分割 等号前面代表是名字 等号后边代表是cookie的 这样一个值 那你说我现在回过出来 如果我自己不调用 sat cookie的方法 我自己去设置那个响应头 能不能让它设置cookie呢 是不是也可以啊 所以咱们来去看一眼 那我现在通过ISP当中 这里面再去操作hider 通过hider来进行设置cookie吧 我们来设置这个响应头吧 通过hider hiders 然后呢 我给你添加一个响应头 添加一个什么样的响应头呢 添加这个响应头 就比如说叫做sat cookie 给你拿过来 放到这儿 然后呢 它的值是等于多少呢 它的值 比如说我们也仿照刚才这样方式 这仿照这个东西 我把它拿过来 要设成这样的值 这个值当中呢 包含了cookie的名字 跟它的值 还有它的一个有效期的 所以现在我给你看一下 比如说给你改的东西 改成东西呢 itcast3 这里面给你改成3 当前的有效期数 刚才我是按照上面这个来的 最大的maxage 是不是3600秒 所以给你放到这儿了 紧接下来呢 咱们来去访问一下 重新启动 我在这里面 再去调一下sat cookie 这里面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变为4个了 itcast所对应的那个30别也过来了 相应的时间也是1个小时 所以你现在要知道 这个sat cookie没有特殊的地方 就在于这儿 咱们别看完 对 好 在这里面 就可以了 编曲 咱们快点 我们来带个人 你们